我们已经学了像量的基本运算以及像量的线性组合以及贡献的概念 那在这个影片里面我们要看的是它的应用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所谓的分点公式 我们这次从例子来做出发 P点是三角形OAB当中AB线段上的一点 而且AP比上PB是1比2 它要求我用这两个向量去表示我的OP向量 好我们先把主角抓出来OP向量 之后我们先利用向量的加法来处理 我们把它写成OA再加上AP向量 之后再利用向量的系数机 我们将AP跟AB去做个转换 我们看一下因为AP比上AB是1比2 所以AP向量应该是AB向量的3分之1倍 然后之后再把AB向量给换掉 换成我们的OB跟OA 那这边我们就利用向量的减法了 那同学要记得向量的减法 AB向量应该是用我们的OB减掉我的OA 希望你们还记得 之后将这个式子稍微做个整理 那同学我们可以去做个验证哦 我们会发现红色跟蓝色的这两个向量 都是从O点去做出发 并且他们前面的系数3分之2跟3分之1合起来是1 所以这里去验证了APB三点是应该是贡献的哦 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就说P点是AB的那分点 那每次都要这么辛苦的去找出OP向量跟OA跟OB的关系吗 这样不是太辛苦了吗 那我们试着找出它的一般的形式 好我们把刚刚的1比2改成N比N 那做法都跟刚刚是相同的 我们先把OP找出来 变成OA再加上AP 然后再利用系数基的概念 这个地方是N比上N 所以比值上面是不是就是M加N分之M等分了 之后再利用向量的减法 我们把AB向量拆掉 所以出来是我的OB减掉OA 当然还要经过一个整理 整理完之后的结果是最后这个式子哦 那我们试着把焦点放在我们的OP向量 等于最后面的这个式子 而这个结果我们就称之为分点公式 这个公式看起来有点小小的复杂 但是我们稍微分析一下 同学我们发现这个分母 刚好就是这两个线段比值的总和 那上面分子的部分 我们可以怎么去处理呢 我们来看一下OA向量 它是跟N乘上系数基 而OB向量是跟对面的M乘上系数基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原来向量OA跟OB要做系数基 直接跟它的对面的这个倍数相乘就可以咯 哇原来这个公式这么好备啊 我们用立体2来试试看这个公式哦 它说P点在AB线段上 而且AP比上BP是2比5 O是线外上的一点 它要求我用OA跟OB去表示我的OP向量 老师这集我想试试看 好啊那你试试看吧 OP向量变成OA跟OB的线性组合 而这里AP比上PB是2比5 所以分母应该是7 而OA要跟对面的5做系数基 OB要跟对面的2去做系数基 所以答案就是OP向量等于7分之5的OA 加上7分之2的OB了 诶你答对了哦小纸你很棒 我们现在加上坐标 它给我A坐标跟B坐标 P在AB线段上 而且比值是1比2 它直接要我求P点坐标了 我们先制造一个线外的一点O点 那么这时候的OP向量就可以用OA跟OB来表示了 好这里是1比2 所以我们的分母都是3 而上面的倍数应该OA要乘上2倍 OB要乘上1倍 然后既然O点是我们随便找的 那我们干脆让O点就是我们的原点00 这时候我们的OP、OA跟OB都是位置向量咯 同学还记得吗 什么是位置向量啊 那位置向量就是 坐标跟向量的表示方法是一样的哦 那么这时候的P点坐标 就可以写成2分之2的A坐标 加上1分之1的B坐标了 那我们把坐标给放上来 经过整理之后的结果 那就会得到我们的0跟4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向量的分点公式 去转换成坐标的分点公式 其实只要把刚刚的这个O点换成原点 就可以处理这样的问题了 思考虾的大一秒 纪念 公式 字幕提供